奥斯汀坊长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当中 声称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领土声索方面更具胁迫性和进攻性 台湾海峡风险尤其凸显 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没有变化 与会的中方代表团已就奥斯汀坊长的有关言论做出了回应 我要强调的是美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散布抹黑中方的虚假信息 只会更加暴露美方挑拨是非的显而用心和霸权强权的真实面目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处 而是正来自台独势力顽固推行分裂活动和美国对此的纵容支持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从自身承诺不断倒退的是美国 放宽美台官方交往约束 提升对台售武规模和性能的是美国 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甚至跳到台前 驻台雇邦的还是美国 美方所作所为 不是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又是什么呢 美国还是亚太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美在南海常态化部署大量军机军舰 甚至频繁冒用他国民航飞机识别码活动 前不久还曾在南海发生核潜艇撞山事故 据专业机构统计较之十几年前 美方对中国的抵径军事侦查次数增长一倍多 今年以来 美军舰平均每月穿越台湾海峡一次 美军机对华进行大范围高频度的抵径侦查 和挑衅射押 要说搞军事化和危害航行自由 这顶帽子由美国戴最合适不够 美方抹黑中方的言论 欺骗不了国际社会 只会降低美方自身的可行度 我们敦促美方言行一致 将不寻求对抗冲突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打造亚洲版北约 后代地区制造敌对阵营的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制造分裂和煽动对抗的言行 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 最宽处约220海里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 台湾海峡水域 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 依次为中国的内水 领海 批连区和专属经济区 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 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 此外 国际海洋法上 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